當我出海見到一些海豚 它在玩的不是海草而是一些膠袋 你便會覺得這些東西 是否是他們要玩的東西 2015年Emma在台灣創立了手作品牌海印 用手雕印章去宣傳海洋保育 用手雕印章去給不同的小朋友吸收 同時我亦可以介紹每一種的手雕印章 那隻的海豚或鰭魚都是甚麼 用這個方式去拉近同人之間的距離 同時亦可以做到一個海洋教育 我在海洋公園做了海洋哺乳動物訓練員 大概五年 其中同一隻海絲很親近 即使我離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用我的聲音去喊回它 它依然會噴一聲有一個 嗯?醒了它那一下 正正是這些經歷令到我覺得 我和海洋有些特別的連結在當中 當我想知道更多的時候 就萌生了一個去讀書的念頭 過了台灣去認識多些 知道多些 我在2015年在花蓮讀書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叫做想停的導賞員 去實習去考的過程 就看到很多野生的停脫 看到的時候會很想記下那個時刻 我突然想起我自己 不學過挑釁仔 不如試試將它們的特徵去挑出來 去令到我可以在導賞員的過程 都可以和遊客去講 關於這方面的特徵有什麼作用 將這一片的海帶上綠地 去令到更多的人去知道 關於海的故事 我畫的這一隻就是抹香瓶 每一隻的抹香瓶皺紋都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的指紋一樣 如果用心去研究它們的差別 你就會發現每一隻都是獨特的 在台灣讀完自然資源 和環境管理之後 Emma回到香港 繼續以海恩賦予關注海洋 早前她在突破書囊舉辦展覽 用印章去講香港海岸線的演變 其實我是呈現了原本的海岸線 還有現在可能2017年填台之後 之後的海岸線到底有多大的變化 開始為了發展而發展 不再理會人民的感覺 倒不如是我們花一點時間 去聆聽大家需要些什麼 其實我沒有去到這麼偉大的 我只是純粹覺得用我能力範圍 可以做到的時候去影響大家 和我一起令海岸變回他們以前生活的 因為始終他們沒有其他家 他們的家就是海 我也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